如果是脊骨影響手指或腳趾麻痺 主要是三大原因 主要是椎間盤突出 骨刺或是意外創傷導致 至於椎間盤突出方面 脊骨和脊骨中間有一個椎間盤 遮理狀的物體 如果椎間盤突出 就會壓著旁邊的神經線 另外如果脊骨和脊骨旁邊 生的骨刺或意外創傷 都會壓著旁邊的神經線 神經線一壓著 就會出現手指或腳趾麻痺的情況 通常如果手是麻痺 或腳的麻痺 會出現在頸部或腰部 以手為例 通常如果頸部出現症狀 例如頸部很緊或很累 通常麻痺會出現肩膊 一直放射到手 如果你再不理會 手指頭都會麻痺 如果至於腰部 就會影響腳 通常腰部會先是背部麻痺 然後大腿 小腿 最後腳趾也會麻痺 總共有兩個方法 首先我先說手麻痺 或者手指麻痺 首先醫生 我們通常會把手放在病人的頭上 壓著 壓著他的同時 就問問病人的手指或肩膊 究竟有沒有鼻的狀況 如果鼻的狀況 可能是椎間盤突出 或者脊骨座位的情形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 記得下載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資訊 指頭 隔著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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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